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司令张严廷则反驳这一说法 指出供机也会在夜间出现 主要是出于环保考量 他解释说 台湾空军夜航次数不多 是因为夜间飞行科目有限 而且还要考虑到居民的休息时间和噪音问题 同样 中国大陆的机场周边也面临类似的环保限制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本期的华尔街争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本期节目 我们将聚焦于 一则由中时新闻网报道的新闻 文章中提到了 关于解放军军机绕台的相关讨论和分析 这篇报道涉及了退役少将 现任桃源市议员于北辰 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严廷的观点和解读 特别是 关于解放军军机夜间飞行的现实和技术因素 接下来 我将详细复述这篇文章的内容 为大家带来一个全面的解读 然后我们会从不同角度来 深入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根据中时新闻网的报道 退役少将 现任桃源市议员于北辰 在谈及解放军军机绕台行动时表示 夜间飞行难度较大 尤其是台湾四面环海 军机一旦在夜间飞行 天与地都是黑的 星星和海面的倒影容易混淆 很难分辨哪里是天 哪里是海 因此 于北辰认为解放军军机绕台主要在白天进行 然而 前空军副司令张严廷在政论节目 《新闻大白话》中则补充道 供机其实在夜间也有飞行活动 他解释道 台湾空军每个月进行大约15次的夜航训练 但夜航训练科目相对较少 例如无法进行对地俯冲轰炸 编队特技飞行等 因为夜间能见度差 目视效果较差 因此 夜间大部分飞行都是平飞 张严廷进一步解释 解放军的军机在凌晨时段也会进行飞行训练 并指出 台湾空军夜航飞的少 除了科目限制外 还因为环保考量 由于居民夜间需要休息 夜间飞行会影响居民生活 因此夜间飞行活动较少 一般只进行小夜航 即晚上10点前的飞行 10点以后则尽量避免 以减少对居民的打扰 一个月可能只飞一次夜航 主要是为了保持夜航能力 针对解放军军机夜间飞行的问题 张严廷指出 解放军军机夜间飞行的原因 与环保时段也有一定关系 随着机场周边的开发 起飞时的噪音会影响到 周边居民 因此中国大陆 也会有相应的限制措施 这篇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 关于台湾与中国大陆空军 夜间飞行活动的深入解读 在这里 我们看到 于北辰和张严廷 分别从技术和环保角度出发 分析了军机夜间飞行的 现实和限制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从不同角度 深入分析 和评论这篇文章的主要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军事角度来看 文章揭示了军机夜间飞行的技术挑战 夜航并非简单的飞行任务 特别在四面环海的环境中 夜航难度更大 与北辰提到的星星 和海面倒影的混淆 确实是飞行员 在夜间飞行中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这涉及到了飞行员的技术水平 基在设备的先进程度 以及飞行训练的强度等多方面因素 解放军军机 绕台行动选择在白天进行 可能更多是出于减少风险的考虑 但是张延廷的观点 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即夜间飞行的环保考量 飞行器起飞和降落时产生的噪音 对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 是实实在在的 现代空军的训练 不仅需要考虑军事技术的要求 还需要兼顾环保和社会影响 这说明 无论是台湾 还是中国大陆的军队 都在寻求一个平衡点 即即要保持训练的高效和真实 又要尽可能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其次 从政治角度看 解放军军机绕台行动 本身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味 解放军军机绕台 不仅是军事训练的需要 更是一种政治信号 选择在白天进行飞行 可以更直观地展示军事实力 达到震慑对手 展示实力的效果 而夜间飞行相对隐蔽 目的可能更多在于训练和熟悉环境 因此 不同时间段的飞行活动 背后有着不同的战略考量 从环保角度来看 张延廷提到的环保时段问题 反映了现代城市与军事基地共存 所面临的矛盾 随着经济发展 机场周边地区的开发日益密集 居民区与军事基地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近 军机的飞行训练 势必会对周边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因此环保和噪音控制 成为现代军事训练中 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这也说明 现代军事训练 不仅仅是技术和战术的问题 还涉及到社会管理和环保等多方面的协调 从社会影响角度看 文章中提到的环保时段 所反映的是军事活动 对公众生活的影响 无论是在台湾 还是在中国大陆 军事基地周边的居民 都希望能够在夜间 享有安静的居住环境 现代社会 对环保和生活质量的要求 越来越高 军队在进行训练和演习时 必须考虑这些社会因素 这反映了一种 现代军事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妥协的关系 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 这篇文章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军事训练 和环保之间平衡的现实案例 文章中 于北辰和张延廷的观点 不仅揭示了技术 和战术层面的细节 更引发了对现代军事训练 如何与社会和谐共存的思考 这种多角度的新闻报道 有助于公众 更全面地了解军事活动 背后的复杂因素 综上所述 这篇报道 通过于北辰 和张延廷的讨论 为我们揭示了解放军军机 绕台行动的多个层面 从技术挑战 环保考量到政治信号和社会影响 每一个角度 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去理解这一复杂的现象 现代军事活动 不仅仅是力量的展示 更是技术 环保 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通过这样的报道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军事活动的表象 更能深入理解 其背后的多重考量和影响 这种多角度的分析和评论 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节目内容 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思考的空间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争议的全部内容 希望通过本期节目 大家对于解放军军机 绕台的现象 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我们下期再见 台海最近真是热闹非凡 台国防部 27日仿佛成了新闻发布会现场 原来 在26日早上6点到27日 早上6点的24小时内 解放军玩了一场高空马拉松 派出35架次军机和7艘次军舰 在台海周围兜了一圈 台国防部眼见这情况 忍不住嚷嚷 他们真是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 全台的导弹部队警铃都响了个不停 看看这架势 解放军就像是 在玩一场大型的空对地捉迷藏 飞机和军舰从北 中 南 东四面八方包围了这座岛屿 这阵仗搞得台湾的导弹部队 天天像过年一样热闹 警铃声此起彼伏 完全是一场不间断的混响交响曲 不光是台国防部 连当年在台北报社 敲着写字机的记者们也被惊动了 媒体报道铺天盖地 标题一个比一个吓人 什么解放军42基建大动作 全台警铃长鸣等等 这些字眼简直比电视剧里的悬疑桥段还要紧张 台湾的民众也被搞得人心惶惶 街头巷尾的茶余饭后 都在讨论解放军的下一步动作 其实 这阵仗早在几个月前 就已经露出苗头了 解放军频繁在台海周边进行军事演习 成了台湾社会一大热点话题 每当解放军的军机出现在雷达屏幕上 台湾的防空部队就要忙得不可开交 雷达操纵员的手估计都快按成了游戏手 一名匿名的防空部队士兵还打趣道 这年头连三国杀都没这真枪实弹的刺激啊 解放军的动静 不仅让台湾的导弹部队忙得团团转 也让岛内的政坛闹哄哄 台国防部部长直呼 这简直是对我们的挑战 台北市长也不甘示弱 立刻召开了安全会议 讨论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时之间 从政客到普通百姓 大家都在为如何应对解放军的 270度包围而绞尽脑汁 不过不少网友却看得津津有味 社交媒体上 段子手们纷纷出动 有人调侃道 解放军这是来台海旅游的吗 飞来飞去的 有钱够吗 还有人笑称 导弹部队的警铃曲子不错 但天天听 估计得换新歌了 这种围台行动 不仅是军事上的博弈 更是一场心理战 解放军频繁的高调行动背后 传递的是一种威慑的信息 台湾的防空部队和政坛人士 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成了一场耐力与智慧的较量 而在这场看似紧张的对峙中 不乏幽默与讽刺 成为了这个特殊时刻的一抹亮色 这场270度包围行动不仅在台海 引起了轩然大波 也让国际媒体为之侧目 全球各大新闻机构 纷纷报道这一事件 甚至有国外记者 专门飞到台湾 亲身感受这场紧张的对峙 CNN就专门派出记者团 在台北街头采访了不少市民 虽然有些人表示担心 但也有不少人表现得非常淡定 其中一位老大爷说得好 打打闹闹几十年了 咱们台湾人早就习惯了 生活还得继续 总之 这场围台行动 虽然让人心生紧张 但也不乏笑声与调侃 从政界到民间 从媒体到社交平台 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 应对这个特殊的时刻 在这一轮轮的博弈与应对中 或许我们能看到更多 关于人性 智慧与幽默的光芒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 很显然 于北辰将军说的有道理 夜航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尤其是对于绕台这样的任务 你试想一下 天是黑的 地是黑的 海上和星空的倒影 让人分不清方向 这对飞行员的操作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就好比我们古代的航海家政河 如果他没有指南针和星象图 夜晚出航 岂不是要迷失在茫茫大海中 所以 共击白天绕台 也算是情有可原 楚天书啊 你这观点未免太简单了吧 要说夜航困难 那我们还得看看历史上的黑夜雄鹰 二战时期的德军夜航轰炸机 照样把敌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再说了 张延廷副司令都已经说明了 共击有时候也会在凌晨时段飞行 这说明共军在夜航方面不是没有能力 只是出于环保考量 要是我们都像你说的那么怕黑 那黑人兄弟们岂不是要永远躲在家里 谢琪琪你这简直是强词夺理 二战时期的夜航轰炸机和现代军机的技术要求可是天壤之别 现代军机需要完成的任务更加复杂 飞行员的负担也更重 再说了 共击白天绕台的次数明显多于夜晚 这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 这就像孙子兵法里说的知己知彼 百战不待 共军显然选择了更安全 更容易操作的时间段进行飞行 这无疑是明智之举 楚天书 你这话听起来有点像在替共军找借口啊 白天飞行多 那是因为白天能更好地展示肌肉 恐吓效果更佳 况且环保时段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 就好比我们古代的打羹人 晚上敲锣打鼓也得讲究分寸 否则扰民的事谁来负责 飞机那可是动辄一百多分贝 扰民的投诉能堆成山 再者台湾的导弹部队都警铃从早想到晚了 共军这肌肉秀可不是单纯为了省油钱吧 谢琪琪 你这明显是偷换概念 共军白天飞行多是因为夜行更为复杂 需要更多的技术支持和训练 这绝不是找借口 如果你真要说展示肌肉 那何不夜晚也来个大规模 夜晚视线差 雷达探测也更有挑战 岂不是更能展示实力 要知道古代的刺客可都是夜行高手 白天行刺那才是真的找死 共军选择白天绕台 不正是因为夜晚不确定因素多 风险高吗 楚天书 你这说法未免太片面了吧 现代军事行动可不单单是为了秀技术 还要考虑到心理战术 白天飞行更能造成心理震慑 何况环保时段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就像古代的兵马 未动粮草先行 现代军事行动中的后勤保障和民众情绪 也是至关重要的 共军凌晨时段也有飞行 这说明他们有足够的夜行能力 只不过是在选择时机进行 再说了黑夜雄鹰的故事 可不是讲给胆小鬼听的 现代军机夜行也一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H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Oh, you know Mm-ỏi Oh I All This norther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